提到中国的网球 不免让我们想起了他世界第一运动的称号 也能让我们想起这个人 他就是被誉为网球天才的胡娜 亚洲历史上女单世界排名最高选手 当初的胡娜可以说 仅凭一己之力 结束了百年以来欧美人在网球这个项目的垄断 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华人之光 不过后来他却在关键时刻加入美国 私自离队 还坑害了自己的教练和队友 而就是这样一个人 退役之后却选择回国捞金 还坚持不肯向曾经的队友和教练认错 那么胡娜当年为何要离开中国呢 如今胡娜回国后又是怎样的生活 今天我们就一起探寻 当初胡娜为何在关键时刻 选择判离国家队的真相 胡娜事件的起源要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 正是中美建交关系密切之时 两国的文化交流也愈加频繁 尤其是在体坛上 中国参加美国洛杉矶奥运会 当时的胡娜正值19岁的花样年华 由于出生在网球世家的他 也就打小便开始接触网球 在耳濡目染的情况下自然成绩卓越 小小年纪就获得过不少奖项 也是当时中国网球界燃起的一颗新星 在进入国家队之后 可以说国家网球队对胡娜给予很大的希望 一直将胡娜视为重点培养对象 在培养胡娜上付出了前所未有的人力 物力和财力 胡娜也因此成为了当时备受瞩目的体坛小将 国家队对人才的培养不予欲力 胡娜也没有辜负教练和国家的期望 16岁的他就在全国性的比赛中夺冠 不久 胡娜又凭借自己的高超技能 在亚洲一举夺冠 这才有了随后赴美参加比赛的资格 1982年 胡娜跟随中国网球队前往美国参加比赛 按照原定的比赛规划 中国队在第二轮应该对阵德国队 身为主力队员的胡娜 在比赛之前突然失去了踪迹 在这场比赛中 胡娜第一个出场 代表中国队赢得了首轮的胜利 可就在第二日 根据赛制安排 中国队对阵德国队 队员们纷纷做好了准备 就在国家队所有人员一起吃早餐时 大家却怎么也找不到胡娜 最终我国在与德国队的比赛中败下阵来 就因为缺少胡娜 我国在国际上惨遭羞辱 结果胡娜通过自己的律师 致电比赛组委会 说自己非常安全 正在寻求庇护 声称是自己受到了威胁 目前很安全 并表示要在美国继续停留 结果显而易见 这场比赛由于胡娜缺席 导致中国队也败给了德国队 到最后众人才知道胡娜投靠了美国 她想加入美国的球队 最后还寻求了美国庇护 永远的留在了美国 这个极其糟糕的消息传过来后 中国网球队的教练和队员都特别吃惊 也特别愤怒 不过这时的胡娜 早就已经躲了起来 根本不愿意露面 大家只能怀着极其复杂的情绪 收拾行李回国 不久之后 胡娜加入美国的消息 在国际媒体传得沸沸扬扬 甚至一度上升到了更高层次 1982年 在美国旧金山 中国国家网球队队员 19岁的胡娜突然脱队 趋向不明 当天胡娜通过律师对外界宣布去美国发展 中国方面召见美国大使提出严重抗议 中美民间体育交往为此停摆一年 胡娜事件震惊全国 负责指导胡娜的网球队教练 也因为这件事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后来她引就辞职 离开国家队 去了地方网球队进行相关工作 这位颇有才能的教练 因为此次恶性事件 多年以来一直都没有翻身 迟迟找不到施展拳脚的地方 胡娜之前的队友也因为这件事 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牵连 可是作为罪魁祸首的胡娜 却在他国的庇护下 堂而皇之地加入了美国国籍 背叛了中国队的胡娜留在了美国 而留在美国的胡娜 本以为终于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 在属于自己的舞台上闪闪发光了 但是胡娜还是太天真了些 她在美国没有绿卡 也就没有身份 所以她是无法参加任何一场比赛的 别无他法的胡娜 只能硬着头皮熬下去 她先想着总有出人头地的一天 于是胡娜坚持了 美每天不停地练习 但是很不幸是她旧情复发 需要长达一年的恢复 这期间她无法再继续练习网球了 恢复期间 胡娜每天都十分沮丧 甚至开始自暴自弃 不过好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之后 胡娜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去参赛了 但是她在美国只是一个虾兵蟹将而已 必须得从底层爬起 当时的胡娜每天都是和一些十多岁的孩子一居的 两年后 胡娜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她接连参加了多项比赛 并取得了多个大满贯 打球的同时 胡娜还在圣地亚哥的大学里 攻读经济管理专业 由于长期的和父母分开 胡娜决定把父母接到美国 来和自己一起生活 可就在胡娜把父母接到美国不久后 胡娜的弟弟就在中国传出不幸意外过世了 当时胡娜为了不让父母伤心 一直在美国陪着父母 就连春节也不回国内 这一满就是十一年 可是只终究是包不住火的 父母最后还是知道自己儿子过世了 父母依然决定回国 之后胡娜每年都会回国几次看看父母 几年后 胡娜也决定回国好好陪伴父母 他们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子了 回国之后 胡娜来到北京 并接受了新浪网球 来到了北京解说众网 这是她离开中国之后 首次以解说员的身份回到大萤幕上 但是互联网并不是没有记忆的 当年她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 为了名合力 在比赛期间背叛中国 使得中国队惨败 当她出现在大萤幕的那一刻 国人十分愤怒 并疯狂地在网络上留言 叫她滚回美国 她不配出现在中国 更不配解说中网 对于这些流言蜚语 胡娜根本不放在眼里 如今胡娜又转型成为了一名画家 并高调地在北京办了自己的画展 随后她又相继开办了多场画展 在国内捞了一大笔钱 但是国人并不买账 甚至在网络上狂刷 让胡娜滚出中国 还让胡娜作为一个叛国者公开道歉 在一次采访中 胡娜说到当初背叛中国是有原因的 当时她太想成为一名职业的网球选手了 她是想站在世界的舞台上代表中国比赛 当年意识错误地决定 她现在十分后悔 但是一切已经来不及了 只怪当时自己年轻 不懂事 无奈还恳请网友能够原谅她 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关注我吧